开西服前压,右肩拉回来,杰克金弹,吃了个副盾宝,没有关系,后续再收掉 对面交吸,在吸快结束的时候开大招 进来了更多人,配合队友进行一个前压 但是这波大招收益并不是很高 卡一刀被DJ推走了,右肩精准命中,直接带走DJ 然后这个残下打,慢慢杀就完事了 对面把肌肉刀往队友这边靠,开个Shift,给队友加个血和移速 右肩命中原始配合队友伤害将其收掉 对面盖了阴隐杖,这个时候不好杀人,注意走位,找掩体 弹一刀索尖,弹血索尖,接个右肩,最后精准命中收掉索尖 原始裂空放狗,只往后退,回去给队友加个Shift 递交多了,这个时候去找后排 空了,应该找安娜的,失误了这个地方 看到一个安娜,右肩命中的时候角度不好,不急着右肩,然后下去再拉回来 接左肩,收掉,开Shift的扛伤,加速,一刀砍死合尚 没子弹了,右肩右肩加大刀刷新子弹,然后 完成收割 这波有大 对我开叠甲了,直接开Shift加大刀,直接冲过去 这个天神死定了,这时候合上 又没有人声音 一个E技能砍过去,接个右肩 你能挡我的砍,你不能挡我的右肩,也是 OK,接下来是一场实战的一个素材地图是 绿洲城的这个叫啥,大拳,还是啥 忘了 先拿到左侧,比较好接触的位置,看到个铁拳,铁拳死了 然后往前跟进,找个角度,扔个右肩,右肩命中了,就拉了,但是角度不好,拉不回来,开个Shift让队友跟进,这个时候想跳过去没有跳过去 不过问题不大,下来砍一刀,加一个左肩,收掉一个body 右肩没有命中,不过这合唱已是囊中之物,死定了 听到右边有声音,开个Shift,找个机会能不能杀 一枪,接个右肩,直接收掉,走位躲一个铁拳,接一个火箭动拳 可以看到这个女王这个右肩命中率是很重要的,右肩命中率是很重要的 她的一切秒杀手段都靠这个右肩的一个命中 女王这个英雄有点像鹿霸,但是她的回血之宝能力其实并不强,她没有黄甲,只有425血 右肩空了,找个角度,拉一个流血效果 她的一个秒人能力很强,但是她的回血之宝能力并不强 右肩命中,左肩右肩左肩近战 我之前教过的一个很经典的连道,右肩命中,左肩右肩左肩,接近战的一个连道 打200血的时候就可以这么用,右肩再次命中踩了塔 抽掉 铁拳开翼 这个时候直接拿 一剑去砍她 刚刚说到女王这个人,英雄她的自宝和回血能力都一般 你要砍满三个人流血以上,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但比较困难,除非有大招 所以这长途不适合她出场 而且非常需要掩体 所以她平常的一个回血能力不是那么强 加没有黄甲 没有盾 她其实很容易被就是长枪和尚这样的英雄给打得很痛的 扔个右肩用这些命中的和尚,拉但是角度不好,还是那个问题 想长行把它换掉,没有换掉一个免死宝座了,临死前砍一刀 这个右肩恶心就恶心,在这个中间只要有一点东西就 拉不过来 非常影响这个后续的秒人 简单来说,这是个适合接触图 自保,还有回血能力一般的一个近战类的坦克 就是你想就是流血到五个人平常非常困难,基本上都是大刀才能做到 所以她流血效果就相当于是 顶多就是吃了一个DG的强音,而且不能一直保持 右肩命中,又是那个问题,有掩体角度不好 这个时候她残血加两个人,直接选她开大上去收掉 又是一个免死 这个时候吃到一个激素 还一刀 铁拳 他开一挡了 这个时候 这是个bug,不知道怎么回事,右肩出手了,但是被打断了 我都看到人身上的样子都出现了 想拉回来,结果扔地上 收掉一个右肩命中,右肩左肩 但是一个滑铲给他躲掉了 把掩体 这个扎克女王这个天 这个英雄打拐脚贴点比较重要 就是说提前拐脚蓄力一个右肩 给回头杀一下 砍他一刀,但是没杀掉 鬼剑妹地开出来了,往后排靠一下 保下队友 这个女王的右肩也是可以保队友的 还有Shift Shift相当于是给队友瞬间回一百血 非常强力这个技能 看到个左肩,右肩命中直接拉回来 左肩接近在秒掉两百血的一个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连招啊不多说了 这期就是一个扎克队女王的一个实战的讲解 就是一个扎克型的朋友 这期视频的一个扎克